农历新年的脚步进了 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的当儿 有一名30岁的华裔女子 却因为上网订购新年清洁服务 而遇上网络照片 她附信片子透过下载 来历不明的手机应用程式付款 结果银行内19000令吉的涉案权 在一夜之间被盗走 户头只剩下20多令吉 因为那个已经被盗了 我就先打电话给信用卡 信用卡就说 其实她已经买了 省10千块的东西 但是都是过张不成功 然后我就冻结那个卡 然后我再去看原来 我的户口那边是 总共就是19天多 被盗了 张小姐透露 这个月一号 她在脸书上刷到一则清洁广告 写着 新年大扫除 保洁服务大优惠 两小时的服务只收费20令吉 八小时则是100令吉 市主联系上对方后 下载了对方推荐的手机应用程式来付款 但是她在输入银行户头的账号和密码后 经觉事有蹊跷 马上退出界面 谁知隔天早上查看户头 发现存款已经不翼而飞 协助市主召开记者会的雪州社青团 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李文斌 呼吁政府加重对前驴户头的刑罚 也提醒民众遇到类似的事件 马上拨打国家银行的热线997 让当局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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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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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Miles없碗